市長今天選在西門裡聚焦有居住正義的議題 是要搶公司年輕人的選擇 這本來就是一個年輕人關心的議題 不過是這樣 就好像剛才講的 其實要解決居住的問題不是一天可以完成 但是 其實只要政策相當確定 大家都一次 15年或多少 應該可以解決掉 但是你看看喔 從那個烏蛤蝸牛運動到現在多久了 第一球超過幾年 我都弄掉 超過30年了 如果當時政策相當一致 這樣穩步的前進 早就解決掉問題了 30年過去也沒有解決